如果剛才找到貼圖 你有興趣想要購買的話 購買有分兩種 剛才有稍微提到了 購買兩種呢 一種是用信用卡扣款 信用卡會綁住Play商店 你的商店是用什麼帳號 就做綁定了 或者你會綁定在Apple裡面的iCloud帳戶 那我說我們可以不要綁信用卡 我們綁定這個月份的電信 比如說你這30塊 就記帳在你的手機一個月要繳的錢當中 所以可能你這個月增加多增加30塊 所以來購買 然後代幣數量不足 你要購買代幣嗎 因為我沒有代幣嘛 當然要購買才能夠買這個貼圖啦 好,確定 好,這邊 如果你未來你很喜歡買貼圖的 你可以花多一點錢 你看30塊 換得50塊代幣 60塊換成100塊 這是比例是一樣的 這個就沒有 那你可以找一個 比如說假設360 可以換到800塊代幣 360跟800 這裡是30塊換50 只是一點多倍而已 360到800 已經代幣增加了兩倍多 如果你是常常要買LINE的一些東西的 你可以買高一點 但是你想說我又不常買 我只是為了這次貼圖 那你就選這個30塊 然後呢 你看結帳中之後 會要你選 會要你選 這裡有一個Pay Visa卡 但是我不要用Visa卡 我用 他沒得選了 我看一下這邊的 促銷商品這裡 看有沒有 沒有 不然就直接先按 我先按購買好了 我購買在底下被擋住了 他沒有耶 他現在那個電信沒有了 不然過去是可以用綁在電信當中的 你的手機有嗎 好 那你就選電信 好不好 選電信的話 就可以直接用電信來扣款 可是我這邊為什麼我的畫面 已經沒有電信了 我已經收到了 OK 那你以後 你看你的貼圖 如果你已經用電信付款 然後你的已經有了 請你到那個什麼 貼圖 你到貼圖那個 你嘗試貼一張圖看看 貼到群組 然後看看那個 把你的個性化的名字的這個 貼圖送出來給大家看 你可能點到別的群組了 來試一下 你看那個有用電信直接付款的人 你就那個 你就 你取消完畢喔 你好像沒有付到款 那個什麼 沒關係你可以 一樣可以再到你找到的那一個 然後點進去 它如果你有負貼圖已經付過帳了 它應該基本上不會再讓你第二次付款 好 那各位可以試一下 看看有沒有電信付款的 但是我這邊 過去有跑出電信付款的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地方 我因為我有 我曾經有綁信用卡過 所以他可能就有綁了信用卡 他就不跑出那個電信 所以我暫時不綁信用卡 免得到時候又付錢出去 好 好 谢谢观看